市政会议上新闻市长侯友宜 满面春风小开怀 替近期捋破大案的新闻市警察来打气 这次胜选侯友宜横扫一百一十五万票 顺利连任 外界关注是不是离二零二四总统大卫不原了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就爆料侯友宜 其实早在二零二一年就有议院职工大卫 侯友宜就忽然间打电话给邱毅人 就是说想跟邱毅人见个面 邱毅人就说那要见面有什么事吗 那侯友宜是说他想要请教一些有关国家安全 国安的事情 那我记得邱毅人是说 现在不是你不是这时候不是应该要专心 处理疫情吗 大概去年底的时候侯友的幕僚群就已经开始谈 到底怎么去看待二零二四的问题 有这回事吗 这个谢谢大家我不知道这回事 侯友宜不愿多说但悬后新美市政府在十一月二十九日 和对外关系协会合办备战弊战台湾的选择座谈会 时间点确实很巧妙 根据网络媒体最新民调显示 二零二四在蓝绿白三人对决的情况下 侯友宜以百分之三十五点四的支持度 领先赖清德的百分之二九点四 柯文哲则是拿下百分之二三点二居目 同样的组合若代表蓝营的是国台迷 虽然一样居贯 但百分之三十二的支持度低于侯友宜 郭侯佩最强组合看似成型 跳针回应敏感问题 后遗就是不谈二零二四 您喜欢陈奎鸿新美食报道 COVID-19来势汹汹 民事新闻为您提供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自选五十 自选二十 加入民事新闻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